一提到沐鱼 你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的 甚至可能是这样的 是的 沐鱼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是一件不折不扣的法器 它出现在各式各样的佛教和道教仪式当中 是诵经的绝佳伴侣 连毫无慧根的XGBT也会告诉我们 诵经是佛教修行中重要的冥想和修行的方式 作为法器的沐鱼则有助于保持专注 统一节奏 增加诵经的专注感 并辅助记忆和学习佛经 但你有没有想过 沐鱼还是打击乐器中的常用配置 是一件不折不扣的乐器 在中国 随着道教和佛教的广泛传播 使用沐鱼的习惯 后来逐渐融入了中国的戏曲和曲艺表演中 墨鱼被用来配合唱腔舞蹈和动作 添加音乐的层次和角色的情感表达 在京剧 昆曲 京剧和战戏等剧种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声音 在民间小曲中 只要也有他的唱语 音乐就一下子会有这种特殊的佛系风格 这种衬托剧情的功能也发展到了 后来的电影电视音乐中 比如九五版《神雕侠侣》的配乐 《断琴珊》的开篇 就使用了经典的沐鱼声 虽然这是Mini反制的 但是我们仍然能分辨出沐鱼那种 呆板却又神秘 清脆却又壮重的声音 这种声音已经成为了我们集体记忆中的 重要部分 进而凝联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作为法器和乐器的沐鱼几乎合而为一 法器的特性 也为沐鱼增添了音乐上的色彩 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 沐鱼也被西方音乐收编 成为西方打剧乐教族的一员 英文名为Tember Block 只是它的宗教符号性 在西方人那里没有那么强 它作为西方打剧乐配置的时候 经常是一组五个 从大到小排列 这样就可以演奏出不同的音高 甚至演奏出旋律 在西方打剧乐中 更常用到的是沐鱼的兄弟 Wu Block 小木 它是西方打剧乐中的标配 在管弦乐 爵士乐 甚至摇滚乐中 都出现得非常频繁 它的发声机制 也和沐鱼相同 只是它的体型为长方形跟细长 所以发声更清脆 没有了东方寺庙中的专重的声场 正因为Wu Block 小木脱离了东方的文化符号 所以它更常用 不然你想在摇滚乐中听到大师敲木鱼的味道吗? 其实还真的存在 比如这位日本高僧大德翻唱的皇后乐队的 We Will Rock You 所以你可能也会发现 当今有很多很新的念经的方式 除了用法器翻唱摇滚乐 也有真正用电子音乐唱《心经》的和尚呢 当然还有在线激功德的电子沐鱼 正念 冥想 瑜伽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西方的世界 根据金发碧眼的杨和尚 也迫不及待地在密地上开发他们的新法器能 越来越多人也开始get到 念经其实也是一种音乐 冰高不是很明显的打击乐 也有它的美 这是一种新的音乐观点 关于这点 你还可以在我们的 给每个人音乐必修课中学到 欢迎大家学习棒位 电阶主要下方 在新观点下 法器和乐器 或许本来就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 也许它还是一件不错的常玩呢 好的我是贺友神的小事 你还喜欢什么有趣的乐器呢 请在下方留言 也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件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